請坐 請教師傅 在我們參加的才序辦 常常會說 有什麼屬席官或是其他法式的 安住這個心情 屬席官很是 請坐 請坐 屬席官 屬席官它是一個方法 它沒有什麼大小症的差別 就像偉大師說 敲個大鏡 這個大鏡是小症大症 屬席官是一個色心的方便 你的心是大症 你的心發不定是小症 你的是小症 你的心是小症 屬席官 它只是讓你的心安住在那個呼吸 色心的一個方便而已 它跟智慧沒有關係的 大小症是從你的間諦來判斷的 屬席官是一個職 它跟智慧沒有關係的 然後你但是你問我 我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你屬席官你比不上念佛 旅遊是屬席官 是智利 因為你這個地方沒有佛的功德在裡面 你要色心你聽你的聲音就好了 一句彌陀 念誦聽 因為你同樣色心 一個是有佛力加倍 一個是沒有佛力加倍 當然這是純粹我個人的看法 色心的方便很多 但是色心的方便不牽涉大小症 這個沒有大小症的差別 只有智慧 觀照 才有大小症的差別 屬席官大症也可以屬席官 你發現它是一個工具 它是你色心的工具 我們將來講是心態 見地 所以屬席官就是一個色心方便 它也沒什麼大小症 你要覺得好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念佛聽聲音最好 因為你有佛力加倍 每一句佛號 它透過你的音聲 聽到你的心中 它能夠清諸投於濁水 濁水不濁 它能淨化你的罪障 增長你的善根 有不可思議的冥冥中的感應 這叫不思議欣喜 你用佛號的心情 就是不思議欣不思議變 它有它的好處 我意思不是說屬席官不好 就是看你們大家選擇